昨天用这个高压锅做了一个排骨 那我们都知道用高压锅压排骨的话 排骨很烂 但是里面会一些水要收水 收水怎么办呢 我就想起了 家里还有一点这个煮好了的蛋 我把蛋卤进去 因为这个红烧这个排骨是用卤料做的 就是里面有八角啊 这些香料 所以我就把这个蛋做进 收水的时候把蛋打进去 这样做出一个比较漂亮的菜出来 我今天在做之前 我跟大家聊一下 上期节目讲了 我们在芝加哥生活成本提高了 讲老公的工资有可能不够用了 其实这个我讲 我出这一期视频的point 就是在于告诉大家 当我们年纪慢慢变老了以后 我们的思想要转变一个消费的形式 从存到取这个过程 我们不工作了以后 慢慢都要往外面取 就是一个这样的 那我们在美国工作了30年 多少都会有点储蓄的 有几个人跟我留言 老公工资不够的要继续工作 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要提早退休 我是58岁的时候就退休了 退了休以后 在家里憋得难过 他就找了一份这个半日子的工作 打发时间的 一边在等老公退休 那么我们原来的计划 还是照常进行 这个就是我昨天做的排骨 放在冰箱里面 放了一个碗上 排骨是很烂的 你看到吧 有这么多水 我要把它收掉 这个蛋 先把它敲碎来 把它磕不掉 今天要讲个什么话题呢 今天要讲个这个 跟小孩相处的问题 是不是我讲的那么多 我就一定做得很好呢 倒不一定 就是说我这几年 主出的一个道理 就是跟小孩子 一定要像朋友一样的 尤其是对结了婚成年的小孩 今天讲几个例子 这些例子都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 或者是我朋友的 或者是我自己的 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第一个例子想讲 一个这个父母亲 很希望小孩读医学院 读医学院 他们就强迫自己小孩 那小孩是喜欢画画的 搞美术 逼得小孩就读医学院 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知道在美国读医学院很贵 而且要带很多的款 他拼命的读书 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非常outstanding 后来他就毕业了 毕业了以后 什么都按部就班的 最后拿到了医生的制造 他就把医生制造 高高的挂在家里的墙上 跟他父母亲讲的句话讲的 我已经实现了你们的梦想了 现在要实现我的梦想了 我不当医生了 我去学画画 你说这个父母亲 是不是一遇哭无泪 对吧 读个医学院要多好年下来 花了那么多钱 那么多精力 逼着那个小孩去学医 结果是个这样的成果 那除了蛋以外 我再把这个肉 一块这个瘦肉切一切 做点肉片 那么再炒一个辣椒 这是我们中午的饭了 那么第二个思路 我就想到这个有对父母 也想让女儿去读医学院 女儿跟父母讲 她呢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当医生 我想到医院去实习一段时间 这是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 到附近的一个大医院 联系到一个英层 到那里去读实习生 她在那个医院的图书馆 给整理资料 帮别人复印东西 这个就叫英层 做了两个月的英层吧 回来以后 她跟我讲 她讲 妈妈 我告诉你 这个我是绝对不想当医生的 我不愿意做医生那些事 而且我不愿意看到血淋淋的场面 那我就跟她想 好 现在我们知道了 后来我们另外给她出手意 要是如果你学大学第一年 不行的话 你就赶快转这个 转这个 转那么多 因为女儿 她的年龄比她的同班的同学 都要小两岁 所以她在一些判断的能力方面 我们一定要去指导她 告诉她 有可能会什么样的样子 我最不愿意看到一件什么事呢 有一天我在芝加哥街上走 突然一个人跟我伸手 要问我要钱 我抬头一看 是我的女儿 我讲这个是我的imagination 我不希望有这一幕发生 我讲你喜欢的专业是一回事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养活自己 你自己考虑 因为我不给她建议的话 她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 没有办法 做出一些理性的判断 或者正确的判断 然后逗父母的这个时候 要给她一点建议的 不可能是杀手不管的 这是第二个例子 我给大家看看 我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蛋 因为这个蛋的入味很重要 中间一定要有这个味道才好吃 搞一条黑线 一端咬到我牙齿上面 最短就在画 画完三分之二的地方 不要画了 这个是这一面 看到吧 搞过来 垂直的方向 再画一个三分之二的线 这样的话 蛋在煮的时候就会散开 来看到吧 这是这边是三分之二 然后这一边 也是三分之二 这是开的 所以两边都可以进卤汁的 四个蛋全部搞好了 然后慢炖 我们把这个汤收干了 第三个例子是这样的 这个我一个朋友 他的儿子 对昆虫非常感兴趣 高中时期 买了不少的这样的昆虫 来研究昆虫的习性 他下决心是个上大学的时候 要学昆虫专专业 他的母亲跟他讲 你只要学昆虫专专业的话 出来找不到工作的话 你饭都吃不饱 后来他父母亲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那我给你出学费 你学昆虫以外 再学一个比较好的专业 你学两个专业 学一个有用的专业 这样的话 大学的学费我给你出 我全包了 现在这个儿子很好 学了一个那个WE的专业 第四点我要讲的是 这个做父母的 尤其是中国父母的大忌 就是过多的参与孩子家的事 一个母亲退了休以后 去女儿家帮着带外孙 结果呢 小夫妻两个人经常 半半嘴吵吵架 那是很正常的事 对吧 有哪一家不吵架的呢 可是这母亲呢 她就看不下女儿 被受欺负 或者是吵不赢的样子 她就参与到他们夫妻 两个的吵架之中 处处帮着女儿说话 那一次 那女婿是可以原谅的 对不对 作为母亲 那么经常这样的行为 是造成了反感 结果硬生生地 把这对夫妻拆散了 这样的事 在我身边 我看到了不止一例 就是这个父母参与 小孩家的事过多 导致孩子离婚的事 所以这个事 其实作为中国的父母来讲 真是一个大忌 那你想想看 要是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的话 你喜不希望你父母 现在中间插呢 你也不希望 对不对 这父母一插进来 就是事情会变质 会向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这是肯定的 那我经常跟朋友说 把自己的孩子 当成朋友来对待 其实仔细想一想 把自己的孩子跟朋友 对待还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要是如果你对待朋友的话 你最重要的一点 是一个信任 那对待孩子 尤其是这个成年的孩子 最重要的一点 是尊重 那么第二点就是支持他 中国的父母很多的 不太支持小孩 或者不太尊重小孩 这个主要原因 就是怕小孩走弯路 怕他受挫折 其实孩子们在年轻的时候 多受点挫折 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他们有纠错的机会 他们还年轻 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所以有挫折的话 越早来越好 不要到中年晚年的时候 再来的话 比如像中年到晚年 一个大挫折来了 那已经没有纠错的机会了 那重新回到学校 已经不可能了 要再纠错也很难了 那么这个时候 最可能发生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情绪低落 甚至抑郁 中国父母对孩子们 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 就是我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其实你过的桥 跟他走的路 完全是两码事 不要去做比较 没有比较性 时代不同了 人的境界也不同了 肉片切好了以后 我是怎么处理的呢 先要加生抽 加生抽进去 不放盐 什么都不放 加点料酒 一点点就行了 加料酒 给他入手抓一抓 让他入味 等淋一下锅的时候 再加淀粉 那有的人喜欢 加点油进去 我是不什么加油的 不要大火炒 还有一个女孩子 对他朋友说 他讲我母亲 每次到我家来 就是每一句话 都在批评我 那这是中国父母亲的 特点之一 喜欢批评孩子 而不是去表扬他 鼓励他 看到吧 水收都差不多了 几乎快干了 这个蛋就烧好了 我把它装装盘子 大道理讲了一大箩筐 我不知道你 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其实我讲得这么好听 实际上 我操作起来 也会有的时候 边界不清 那我跟我老公 这样讲 我讲 我有的时候犯了错误 跨过了朋友的界限 你要时时刻刻 旁边提醒我 他有的时候 会在我耳边上 敲打敲打 他讲 你今天讲了一句话 你又跨过界限了 我就跟他这样说 我说 我现在在学 我讲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管事的人 我现在慢慢不管 但是一下子界限边界 有没有那么清楚 有的时候 讲道理的时候 我知道边界在哪里 但是具体操作起来 对于某一件事来说 我就会跨越界限 打个比方说 上个星期 女儿提出来 讲他们家有个房间 要重新装修 其实重新装修 要花很多钱 当时我就讲了一句 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办 那我老公在旁边讲了 他讲 这个是人家的事 你不要管 别人也没有问你的意见 人家只是告诉你 他们的决定 所以我们听听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想想看 年纪大了以后 能认识到自己有错的地方 有改正的决心 这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你觉得呢 我们中国做父母的话 其实应该真正向美国做父母的学习 我不讲美国的个别父母 就是主流 那美国的父母给小孩的信任 比我们大得多 尊重小孩比我们尊重的多 支持小孩也支持的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们这一点是不如人的 我们管的太具体 管的太多 不尽管的多 还要管一辈子 老两口的午餐就做好了 中午饭就做完了 今天要到女儿家去 11点钟去 还有10分钟 好了 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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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